为了做好这次考生的服务工作 我们的考生总共有五种类型 有高风险区考生 中风险区考生 跨风险区考生 密接则考生 还有次密接则考生 为了做好这五种类型考生的交通服务保障工作 我们组织公交集团安排了800多辆出租车 10辆大客车 分级分类的做好这部分考生的接送服务 其中呢 我们对于中风险区的考生 高风险区的考生 跨风险区的考生 还有密接的考生 以及部分居住比较分散的次密接的考生 我们是采用一对一点对点的 用出租车来进行专人专车 来进行这个接送服务 那对于那些居住在隔离酒店的次密接考生 我们用大客车集中点对点的这个接送 我们的驾驶员呢 将提前一天通过预留的这个考生的联系电话或者是家长的联系电话 进行对接 并且在考试期间我们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等候考生 将考生的送达指定的考场 全部的驾驶员目前已经完成了两针的疫苗接种 也经过了两次的核酸检测 接受了专门的防疫培训 在接送的任务当中呢 我们的驾驶员均要求 佩戴N95口罩 面瓶 穿着防护服 鞋套 做好驾驶员和考生的防护 接送的车辆 我们将统一的调度 统一的管理 并且由专业的消杀公司 对所有的车辆进行全面的消毒 目前呢 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到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